每一個部落都有獵人 我國小五年級 我爸爸就帶我去山上去打雷 不會叫我們開槍 因為年紀還很小 去山上不是說逛打獵就好 我們還要去認識一下路線 觀察山上的一些東西 它的名稱我們都要知道 那個時候要當獵人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段時間 再跟那個比較資深的獵人 還要跟他們一起去山上 要是說你沒有跟過他們的話 那就不算了,不算獵人 台灣是一個洋文化 台灣是一個洋文化 和蘋果的維持在中國 在幾千年來 就在這塊土地上 有豐富的文化和智慧 荷兰即正成功政权对贫朴族群的屠杀和经济的剥夺 清朝时代重大的流血冲突及镇压 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礼藩政策 一直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施行的三地平地化政策 400年来每一个曾经来到台湾的政权 透过武力蒸发 土地掠夺 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权利 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原住民族依传统的惯息维系部落的次序 并以传统的智慧维系生态的平衡 但是在现代国家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原住民族对自身事物失去了自觉 自治的权利 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After President Tsai Ing-wen's formal apology the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in Taiwan gained momentum 你一个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永远都不能好好地理解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到底用什么方式在生活的话 请你离开把这个土地把我们的权利还给我们 Today, Taiwan'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make up just over 2%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ith many living in rural mountain areas Despite centuries of colonialism and marginalization they continue to carry on their traditional ways of life including hunting wild game for food in the mountains as their ancestors have don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ivilians are banned from owning guns in Taiwan with one exception indigenous hunters But there's a caveat The guns must be handmade by individual hunters themselves leading to DIY gun production of varying quality and many reported instances in which homemade hunting guns backfire and injure the hunter 长铜猎枪的使用规定起强调结构性的制作 造成执法者在词体上会拘泥于法条的解释 虽然知道原住民是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但无法避开法令规定严苛的事实 Because they feel the regulations are so restrictive Many hunters either use homemade guns that don't adhere to the legal specifications or illegal factory-made guns if they can get them In 2013, a hunter from the Bunun tribe named Talum Sukulman known to his community as Tamatalum and by his Chinese name Wang Guanglu was arrested for using an illegal factory-made gun to hunt protected animals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in prison 因为妈妈一句怀念山上的味道 而上山狩猎 结果被警方查获 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检察总长严大和认为法院原来的这个判决是违法的 今天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 或非常上诉后 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审判并申请实现 As Talum's case goes before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2021 his story has become a rallying point for many hoping to use the debate a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rules around indigenous hunting rights 判断判并申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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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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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杨汉汪路一的秩代 在全國的秩序看到 有他 我们的热人和亭人的秩序 是 Ilsang Khan 我觉得 大部分的典型人 对不乃在哈中国 但可能我可以说 和保健、管理、管理 我一直都要跟我一起工作 我爸爸以前就帶我從那邊一直上去 到那個營端上去 我這邊就打好幾次路了 這邊 水路? 水路就已經都跑下來了 我聽老人家說水路 這邊都還沒有水路 是什麼東西改變? 應該是夜深山線的東西 好像沒得吃 沒有什麼草 所以我開始知道 不同的藝人家 學習的獲物技術 去收集他們的豐盛知識 不僅關於種類似的 但也關於種類似的 種類似的環境、環境、人的使用 最多的台灣人家 他們不太熟悉 他們不明白為何人需要獲益 所以當川隆的案子出現 我們認為這會有機會 有機會 去擁有好談論 和中國社會 我那個案子 差不多七年到八年來 快八年了 你會擔心嗎? 那當然 一定的 要不然像鏡子狩獵 那我們以前狩獵的那個文化 就到這個時候 到這個時候就中斷了 我還有媽媽 她現在就是依賴我 我爸爸以前打獵的話 應該是五十幾年的話 帶那個槍 大背槍 到對面那個山 都沒有人會 都不會怎麼樣 現在要拿個槍出去 就不行了 什麼時候開始轉變了 七十幾年的話 我們那種槍 政府就跟我們講說 要收起來 保管 到最後就沒有了 結果就到最後 就是說要自己自製的 自己製造的 那種東西 我們也沒有什麼期待 就隨便弄一個鐵 這樣燒一燒 不是打動物 是自己打自己 不是糖炸 要不要這樣子走火 應該是要越來越進步才對 我們是越來越落後 我小時候很喜歡打雷 因為我是原住民的小孩子 長大了 所以說研究看一個槍 怎麼做 在我目前做的 在持景花二十年 沒有說我做的槍 沒有說長大 這樣子而已 所以說我心裡很高興 在二十幾年前 都是違法的 我大部分都是槍的問題 在法院全個累累 那到了這個二十幾年的時候 也不是開放 我也不是給你看嘛 那個 所以說槍問題是說 這件還是有安全 不安全都很容易 那個長炸的 很多人那個有沒有 那要怎麼使用呢 滑溝拉下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滑溝的這個 後塘固定座放好之後 這是十米里的彈丸 然後就放在這個前塘 槍管 就這樣敲 然後頂住 喜德丁它是一個工業用途 它並不是真正 自私裂槍所用的火藥 放入在這個口徑裡面 所以我們要輕輕的放過去 然後把這個拉筆固定在一個 這個黃扣裡面 打完之後 這邊有一個凹槽 打開之後 拉到第二個一個凹槽 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這個銅槍條 把這個火藥敲出來 它爆發之後就變成這樣 槍支申請之後 只有你個人獨有 這樣的一個自制獵槍 在部落裡面 對法律真的不懂 然後他覺得 辦理這個程序的過程很麻煩 等到一年到兩年 齊可證才會下來 所以造成我們族人 十個獵人裡面 最多只有三到四個有申請 有槍證 那其他的 是因為已經對警方不信任 我最初的機會 去工作 與地獵人 是當我做了 辭職努力 在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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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了解 他們的知識 然後相信 我相信很好的管理人物在台湾 已经存在台湾 它们已经在几千年里 在地区的社会 地区的知识 已经很久不见了 除了更多管理人物的管理 我們可以用途的已經被證明了 現在守獵的事情要實現了 所以大家也都感受得到 應該要改變了 可是都不是由法律保障之下去做 都還沒有 在座有沒有人填過這個申請表 沒有 沒有 你們就是很符合情況 大家都不申請 那很多的族人都跟我讲 都跟我讲说 要我们事先 讲我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 几点几分到哪边 去拿什么动物 几只 用什么工具 这是冒犯主领 他说上山 轻则没有收获 供供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申请 原住民要组成猎人组织 这整个制度的行程 这两位是主角 原住民跟政府是主角 学术界我们这种是协助的角色 是协助 我们还是要科学地来讲这件事情 在台湾 很多人还记得 这些人还记得 一些控制的 工业的荷免 残酷 给我们的荷免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可以阻止这种状态的 我们可以阻止这种状态 find the species the indigenous people none of them are endangered species surrounded is not endangered species moon jack simple deer monkey not endangered species wildborn are endangered species some of them are so-called conservation species in Taiwan our present law didn't discriminate endangered species from others 所以他们认为所有食物保护的同样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 所有食物保护是危险的 这不是真正的 大部分的食物保护的危险在台湾 其实是很坚持的 甚至增加的群体 现在,虽然我们的维护的派避的 计划的维护的仁人 但是这些不完美的维护的 因为更多的问题 对于人家人的主持人 像丹尔的一种情况下 每年有百分析的状态 人们的状态 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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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有三把槍,然後有一把這個老獵人林金盛他自己獨立,然後帶無線電 然後你們到山下,往這個下面去打 知道那個安全動作嘛,前面的那一隻是朝前方向,後面拿的那隻是朝後的方向 兩人互相彼此的去關心對方 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 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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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 我們在山下,我們在山下 很多漢人不了解 說我們不斷地在生理裡面 迫害很多大自然 事实上并没有 你们说打猎 我们在部落里面 没有讲打猎这两个字 我们用主语讲 mi'adub mi'adub的意思 翻译成叫做 行跟猎物的脚步 当我们穿梭 它每一个足迹的时候 它的路径 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动物在里面的生存 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性 让我们族人更清楚 狩猎这两个字 完完全全都是跟大自然 还有这些猎物 都在互相学习 也互相尊重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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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狩猎 就没有传统 没有传统 就没有传承 没有传承 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就没有教义 没有教义 就没有部落 没有部落 就没有所谓的 整个体系的 这样的一个看见 我们为什么很多地方 都在 每个地方的部落 都有想要 做这样的一个自主管理 英王关入这件事情 而整个法律 有新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辩论跟解释 就是要求我们现场的朋友 可以往前 那其实今天呢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论坛 等一下我们其实会希望 大家可以稍微的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南投县杨安翔 曲丁部落 耶 杨安翔 我是来自高雄桃园的布农族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时刻吧 因为从献法那边去讲 狩猎犬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自己 从小也会很常跟着父亲上山 其实狩猎这件事情 并不只是可能很多人刚才讲的 打一个猎物就是为了果腹 然后以及他又把自己 放在更大的大自然底下 那他是怎么去敬畏他 怎么去跟他和谐共处的这个过程 那个开心我觉得是 那就是源自于文化的一个感动 跟很真实的一个感受 哎呦 我要哭呢 今天早贝打电话来说 要来给大家支持打气 然后文轩就跟他说 我们是来支持你的 怎么会是你来跟他支持打气 这样 那我们请老师 要说两句话 你没有人知道 我是打电话 谢谢各位年轻人 还你们都站在这边 我非常高兴 但是身体要 要顾好 因为天气很冷 谢谢大家 谢谢你 你也是身体要顾好 你曾经想过你会是这样子的 圆运人士吗 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案子 但是要是说比方说 人家有的话 我可能我会惨假 因为你像 我要是说单打独斗 没有人会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你像有事情 大家一起来支援的话 那个力量又不一样 没有想到是说 这个 这个是不是 不是我个人的利益 这个是整个原住民 对 猎人无罪 猎人无罪 法律为先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 当中帮我们把第一把芒草 放进这个火盆里 那我们生起狼烟 这个烟往上 向上天 向我们的祖先 向我们的四面八方的部落 宣告说我们今天在这里 请求上天的垂听 那我们请咱们当路 不好意思 掌心脚步 右转 右转 小心脚步哦 往那边 因为我路口不好意思 往那边移动一下 不好意思 对我吗 对对往那边移动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路口 不好意思 很多的原住民的猎人 他其实 我们看到 指他猎捕的时候 很残忍 可是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猎人说是生态的一部分 绝对是正确的 今天没有动物在场 动物会讲话的话 他难道也会说 如果我真的必须被你打中 请你让我一枪毙命 或者是动物会说 不 还是希望让我有逃命的机会 这个不晓得在 我们的猎人的文化 以及原住民的传统上 有没有思考到这一点 如果说我们只是聚焦在 个别生物的一个 一个杀生的过程的话 那就会 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我们的杀鸡 捕鱼 然后猎血 东西 其实是应该要全部被拒绝 野生动物的保育 重点是族群 而不是个体 因此呢 有很多状况呢 我们会发现 即使他是病临绝种动物 他的政府也会允许 他有适度的狩猎 因为他的狩猎量呢 有可能会促进 他的族群发展 王光路先生呢 他是因为枪炮规定 那裁判那么重 不是因为野保法规定 才这么重 所以标的不要搞错 标的在哪里呢 标的在枪炮条例 标的不在野保法规定 原住民要的是原住民自治 希望用我们的生活方式 来管理我们自己 那猎枪是我们传统 狩猎文化的必要工具 经过自上的同意 我想原住民猎枪 在这个狩猎文化的 一个形塑里面 应该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处置 而不会对社会治安 造成所谓的危害 谢谢 我们在司法程序上 也终于走到了 这个最高的殿堂 可以去面对 整个国家法律 从当初制定本身 就是一场一连串的 错误的这件事情 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跟所谓的野生动物保育 跟环境保育 跟社会安全 从来不是对立的议题 而是我们被错误的限制 错误的污名 而且是长期的污名 直到现在 尊严被践踏的事情 应该要在此时此刻 能够翻转 能够改变 当我们可以用 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智慧 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跟守护的时候 能够在这当中 得力跟享受念好处的是 整个台湾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 所有的族群 谢谢大家 他在那个司法院前面烧烂烟 工作人员啊 工作人员 烧烂风亡毕露 拿来的工作人员 杀气吧 杀气 你觉得狩猎文化 是被不了解的污名化 还是被自己的猪人污名化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 两个层次 就是 有一些主人 他根本就没有在 这个话里面 但是他仗者 所以一直在用不对的方式守护 这是事实 但是那个所谓的污名 其实还是从外面来的 就是说 我今天是主人 然后我没有太早 我话归犯受 那当然是不对的事情 可是你不可以拿这个理由 就当作去否定个 护叶狩猎文化本身 的这个理由 可是外面的人 就拿着这样子的主人 然后来反正说 你的狩猎文化 是不是存在 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所谓的污名 其实是从外面的 我们就是也一直在讨论 就是说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不在文化规范的 别人 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文化规范是 他没有那个集体压力的 对啊 然后被法律下空以后 他也没有强制力啊 所以你说我今天身为一个原住民 我有没有遵守文化规范 到底有差别吗 我不是在说 这些族人 他不遵守文化规范 都是别人害的 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如果我们不把 那个规范的力道 让他在每一个 是有已经被重建 那永远就是这样 因为我符合规范 没有什么好处啊 你会看到一种新移动 你会看到一种新移动 回到城市 回到社区 然后开始建立社区 这些年轻人 也在监制 我们其实可以跟国家合作 去建立那个制度 那我们觉得这叫做管理 但是政府的所有思维 就是管制管制再管制 结果我们就看到 像达玛达隆这样的世界 他是完完全全在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规范底下生活的人 他却被抓 大家都知道 因为在3月9号已经召开了 然后相关的那个王光路事件案的宪法法提言是辩论 如果大法官事件的结果有些转变的话 我们就配合那个大法官事件的结果来做修法 如果是开放自制列枪 那可能我们今天谈的 可能重新再做讨论 那如果还是一样 朝这个自制列枪来走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照我们既定的步调 我们来把这个规格能够定下来 把管理的这个措施能定下来 尽早让这个原住民来使用这个安全列枪 警政署一直在误导一件事情 就是说自制列枪等于低效能低动能的列枪 自制列枪等于高效能高动能的列枪 但其实你刚刚自己报告的时候 也说得很清楚 枪支的那个火力到底多大 他跟他的枪管的那个口径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一直在谈就是安全的列枪 那警政署一直好像误导说 族人想要大火铁列枪 我们没有族人会想要拿过我箭炮上三大列 我们讲的是整体的整个的危害性 你一分钟只能打一巴士弹 跟一分钟可以打三十八 六巴士弹那是不一样 但是还是有差 你这都可以通过规格限制嘛 所以同样规格限制的情况之下 自制列枪的管理风险 跟自私列枪的管理风险 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的问题是什么 警政署从2016年到现在都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所有自然的口径部分的一些相关安全性的领域 跟一些枪制的性格跟枪制的一个制造 都要做同 他刚刚讲的没有错 枪制的枪制一样的规格 一样的口径一样的大小 当然是他的管理风险应该是可以是两星期都不止同样的 应该是可以进行的 如果内政部这么担心治安 但我也很难想象 我们国家会要求 一群人牺牲生命 去满足 我们政府对治安的要求 所以我只是要求说 我希望在下一个案例出现之前 我们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我们请裴教授把这个大家讨论的声明 由他来念 好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自治列枪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法规限制 国际人权两公约明确保障所有人民 均得享受科技进步之会 况且纵观历史 原住民族并没有自治列枪之传统 而是被中华民国的法律所创造 相关议题已经讨论多年 不应再以讨论为由继续作言 本院受理会台制第12860号 王光路等申请解释案 经大法官作人4至第803号解释 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第24条第一项规定 原住民未经许可制造运输或持有自治之类枪工作生活工具 使用者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滑缓 所称自治之类枪一词 所属部落族群所传承之饮食 而以自行类或之野生动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亲友食用 除有特殊情形外 其得类捕宰杀或利用之野生动物 应不包括保育类野生动物 以求宪法上相关价值监制衡品 我愿意讲就是枪的部分呢 大法官是说还是要限于所谓的自治列枪 所以对保海的自治列枪 他认为原本法官对人有罪的认定是 但是他有讲说现在对自治列枪的那些 要件限制不够安全 所以他们也要去检讨 然后第二个野保的部分 就是说他认为保育类还是不能打 我觉得今天这结果 应该算是大法官他们 蛮保守的 为了就是现在的结果来 欢迎先生感谢 虽然说还没有办法 去停止这个战争 我们就都求是能够安慰王冠入阿公这一家人 保守我们之后的每一天 都能够问这件事情来 持续的心上祷告 来持续的追踪这件事情 祷告是奉靠主耶 是对我们一起承法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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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一个吗 阿们 我放一个 欸 排队 没有排队的 没准备到排队后 排队了 哎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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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的 好 感谢你们 幸福了 谢谢 你们从劳演的地方 跑来整备 没有很远 也是 也是对我来的太感动了 打马当伦的案件就是到最后我们本来走到市县的时候大家是怀有期待的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让不同层级的法院认为这件事情需要拉到宪法的高度去讨论 可是我觉得台湾社会被两极化的非常严重 这个案子它本来就不应该是在讨论野生动物保育跟援助民族权利的冲突 我们应该是要解释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没有冲突 但显然最后这样子的概念没有进到我们大法官的脑袋里面 所以他们还是在两种权利当中的平衡跟选择去做那个决定 我们当然可以很乐观说未来会越来越好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来得及跟我们的老人家就是学习更多的文化 然后能够有能力成为那个再把这些文化给传承下去的那个人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 整个环境一直这么不友善 他每一次每隔几个月部落就有一个老人家要离开 这是当代的原住民青年其实最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街头上抗议 我们为什么要不喜欢不好玩 然后也大家都说原住民青年很爱抗议 我们一点都不爱啊 我们是必须被迫要这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时间 是让我们可以自在的 然后充分的跟老人家学习 跟老人家相处 然后去成为 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份子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被剥夺的太多了 所以 就是 很难去把这个 把这个 你知道做权力运动很荒谬的事情是 你在外面可以很大声的去讲说 我们要拿回什么权力 可是一方面其实 如果权力拿回来 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实践那些权力的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 全在520 总统蔡英文连任就职满周年 蔡英文发出总统令 宣布特赦布农族猎人王光露 王光露 他是猎人 他不是罪人 今天的特赦案 其实就是政府不断推动 原书民族历史证义 跟转型建议的李陈飞 President Tsai's pardon savedTama Talum from serving time in prison but did not exonerate him nor did it address the underlying legal issues of hunting currently many indigenous hunters face similar charges they still maintain hope that Talum's case and the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can set a precedent for change in the obvious they still maintain hope and even more in our heads and we have a big dream that we have found in a place in the evening and the time and the time to stop 感谢观看